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村民台飛的主持人陳明珍 節目製作團吹,預備來到的八百水災的創作器,平洞營街的古書鄉 古書鄉有兩條親主,有豬巴,一條漏浪海,一條VLOG海 都八百水災實踐的豬巴北本寶,實在了豬巴旁邊的農田兵營 如果本台水大,再有農替本水隔,再有非常多好 實在這種重建的工廠,困難重重 尤其在山道,你看到蘇花的男人在 下主堂的床頭六台水,實在那種重建的工廠的淨土 非常困難的進行,多大那種重建的淨土很容易 那種農田無本水大作為,因為公開水尊團體,無需和公開 實在那種農田的復工,困難重重 那水災骨頭暗急的,目前古書鄉的情況很容易 但後來來到古書鄉信封村的賢田雙地的苗平 同一條錢,讓你的鄉狀並提防的狀況,任命,通常參加討論 開副醫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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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一見團佛位來到你的新封村的百一天的苗平 看到你古書鄉的鄉親關心這家家鄉的發展 好軟軟,同獻四周座四周 鄉同的關心家鄉的V類重建指路在討論 非常的感動 那馬上歡迎收看堅長的來賓 替你那個小小小的鄉親關心這家家鄉的發展 首相的太家長 王淑偉 王鄉長 你好 嗨 妳好 稍等我們可以接受水利宿 天市貨船區 公務科技科長 許潮清 許科長 你好 好 各位鄉親大家好 再來我們可以接受蔡天英演 屏東院的燕音演 何春美 何議員 你好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再來我們可以接受過你屏東國一台學 你們各種的農企要管理高蘇鵬客中 鵬高蘇鵬 大家鄉親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推薦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新聞記者 要經意到達高蘇鵬所作的採訪報道 本月份的莫拉克風采 本平民燕的農業順舍都當上當 除了農山的宅舍 農替流色的情形也當娘蔥 高蘇鄉港福存民 王明昌 不能將農替全摸 連沒有的一本 五六海 蓬佩特 已經說農替流色的補出 讓農順補出了地 申請這倒不公平 我們流失一分地一萬 中芒果六千 還有中芒果兩千是很不合理吧 水災高蘇 王明昌的不卡 還有農替全部沒得了 想要重新港州 一定要等到土替飛田後張座的地 不過那叫張座的重堅反省 別影響不準 人家在高蘇八片在漏浪海海損 土替流色都清爽到 在新鳳存檔梨 土替河座的港中農民 在在羽毛徵覆海水災地 做的冠近 肥貨關快水 現在政府慶永 慶永 慶永 改變到水平 都本來管閲的 人家 別管閲 別管閲的身上 現在水林救會在這裡做淋溼貸泳 我希望水泳會 在淋溼貸泳中 可以用韓管 等等 來帶著淋溼貸泳民 加快可以關閲 這樣比較好 針對新封存農民的關鍵需求 水利比坊面的這些報紙 已經做出有嚴重的訪問 第七核酸局他們做這個救療 臨時提防 現在正在港工中 他們如果港工一段子 我們就可以就地取材 燃水來用這個四部的移動室 抽水機來應急這個下游的農田 經紀古宿鄉工作所統計 古宿鄉全球已經神槍 統國的農造物的順快補出 今天已經超過8000萬元 剩量充足的農地 以土地流程的部分 只能超過120公元 和土地買的農地 只能超過600公元 全球農村安算總共超過1億2000萬 要把普及六個田材 和古宿鄉的農業 百貨都當上當 當農民的生發也有存問題 在暗藏清的時間 香港做的用清潔的索土 本古宿鄉的農民做的精航復甲 肥福增爭的農業生產 祝福古宿鄉的農業生產 這個情態的希望 好 看這新聞樣片 現在是看一種 來自豪男的剃圖的 介紹一下到古宿鄉的情況 古宿鄉主要是 露浪海 是露浪海的兩條 荷巴警告 所以露浪海警告 新風村 Q寮 催涼 地方 田地分水 大致 各地人非常非常多 人們在對 露浪海的功夫 存在到 田園 荷巴薄 平泰分水 各地非常多 主要的災情 那種的 白片的露浪海巡 南片的露浪海的 蓬巡 我先請教一下鄉長說 是不是跟我們大家 先講一下說 到目前為止 高速鄉這一次的農損的 這個請領救助的狀況 還有農損的狀況是怎麼樣 謝謝主持人 謝謝客家電視台 有這個機會來高速鄉 這個災區做實況報導 那麼有關高速鄉 這次受到八八水災的影響 所有的農業損失 總共有2700件 那麼這2700件 已經在10月1號 第一批8000萬 2200多件 已經播露給各位災民 那麼另外一批還有2000多萬 大概400件 那麼這個所有的資料 已經送到縣政府 下禮拜會播下來的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 農地被流失的部分 農地被掩蓋的部分 全部有380件 那麼這些經費根據天然災害 以往沒有這個經費 那麼因為這樣 我們也把這些資料 綜合整理好 已經送縣府 我們希望縣府能夠盡量 策措這些經費來補助 謝謝 好我想請教鄉長 這是不是高速鄉有史以來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農損的農災情況 這次的88水災可以說50年來最大的水災 我記得6年前在高速也是這個地方 這個興峰堤坊這個地方也有潰堤一次 那時候潰堤大概花了1億多的診間 那麼這次就5公里多特別長 可以說最嚴重的一次 最嚴重的一次好 那馬上來請教一下 我們七合局公務課許課長就是說 其實這一次主要是因為這個 五若溪跟老農溪的河堤 潰堤才會造成這麼嚴重的災害 那目前這個河堤的緊急護岸 還有這個永久堤的這個工程進行的狀況 是不是先跟鄉親報告一下 就誠如剛才相當講的 這次的水災在我們霞區來講 就是高速鄉親內的老農溪跟五若溪 這部分的話是歷年來遭受最大的災害 在8月8號開始 我們就開始進行的搶險 總共支出了一千九百多萬 那接下來我們到搶修的工程 就在九月二十五號持續的進行以後 到目前已經那個 那個支出了八千多萬 那有關於復建 復建工程就是針對我們新風村 還有舊寮還有那個廣湖村 這幾個鄉鎮的轄區的河川的提防附案的部分 我們總共編列了八億三千八百多萬 要整治這些合體工程 那課長這八億三千多萬的這個工程款 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要來施作 這個部分跟各位報告 八億三千八百多萬 這個復建經費的話 目前我們水利署已經初步的核定 現在就是等立法院他的預算 那個特別預算核定後 就會核准我們就趕快盡速的去辦理 所以等於說只要立法院這個預算一通過 就是會馬上來動工就對了 好 來看一下開放台下的鄉親 就要在舔 那個說哪個禮拜日本水大舟這麼好 他們的人民的貨物 企業的舔舶 那種的貨物像在座的群都動過 他們能請貨呢 希望你們有沒有他們政府 聽說你的聲音 可以騎出翻圈好不好 我在泰山吼 我有朋友給我一塊地 一分 差不多一兩分的部分 我在種菜 種一些鳳梨 結果這次他是在泰山加拉普段 一八零之七 1-6 兩塊小 才有八分多塊啦 那現在 淹沒的整個石頭 覆蓋的差不多 將近兩分地 那麼那個排水溝是因為 大排排進去的嘛 到目前那個 石頭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石頭我們也不能搬出去啊 那在那邊 我們也不能公種 那是我在種菜的 利用那塊維生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能不能幫我 把那個地恢復到原狀 好那我們先請教一下 河川局這邊好 類似像這樣的私有農地上面 如果有這個 因為水災帶來這個淤積的狀況 應該怎麼樣來處理才是合法的 法務部在98年 9月15號 他有一個函事給 屏東縣政府 他是說 如果就是像鄉親講的 如果潰體 水沖到河川區域外 這部分的泥沙跟土地 複合之後成為不動產 那這個的話就是 為不動產所有 全人所有 也就是說 如果在河川區域外的土地 現在因為有淤積的話 就是依照保護部這個解釋函 是因為 不動產所有人所有 隨便說 這塊地如果是私有地 這個 因為潰體沖上來泥沙 就變成是你的私有財產 那這個土地的所有全人 就可以自由處分這些 河川裡面的這些淤沙就對了 好 所以說 那些說 使用的私有財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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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次的那種 台水大樓的砂骨 就是說 一個到處去處理 但是變成你的私人的採散 使用的私有財産 來處理 注意喔 那私有財産 但是那個老政府 趁住的 漂來的 貨巴的共有財産 是做不到的 如果是私有地 才是視為您的財產 可以自由處分 好 還有沒有鄉親有意見的 這次的水齁 是非常大了 啊因為齁 會那麼大的原因齁 可能是 這 台風齁 台風卡都人在那邊 都 都 粗到太多 太多 太多 因為水流 都流在那裡 不然我住在那裡 住到買四五十檔 那水都不流過 那我 那我 的房子 和財産 和產 都 都有所謂的 做一些的 給我老了 像這樣政府 補助我十八萬 十八萬 要衝得好 要那些家具也不夠 要我一支條也不夠 我 做廚 都老了 不是說 只要 像說 不是說 我們千二億 做一個 都不知道在哪裡 都沒看到 所以 要叫我們 怎麼去生存 所以 你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人 嗯嗯嗯 你以前是種什麼 都種菜啊 種菜 種水到生活 嗯嗯嗯 啊現在就 普通都十八萬而已 對 現在沒工作啦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住在大金農場 大金農場 所以 你希望說政府可以 譬如說提供你就業輔導也好啦 幫助你就業也好 是不是這方面對你的幫助會比較實際大一點 我是說 教育館盡量可以給我補助館嗎 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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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民國八十一年 我 買齁 我就買到七十萬了 喔 那給我老了老了 他補助我十八萬 啊 好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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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錢也不夠 好好好 議員其實 這個都是您服務鄉親啦 這位太太說 他補助了十八萬 他覺得買地的錢都不夠 那這樣的狀況 一定在你的選區非常非常多 那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也不是單一的一個個案 那您是怎麼樣來處理面對 來協助他們的 感謝大家齁 學法不懂得說啦 失敗不懂得說啦 我都說好樂法啦 沒關係 關於這個事情齁 當然這次的水災呢 給老百姓帶來非常的痛心齁 也可以說是五十年來的第一次齁 面對的很多的問題 政府的肩膀在哪裡 我們名義代表 反應老百姓的心聲 老百姓的痛在哪裡 都是今天晚上 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 黃子的流失齁 黃子的流失 在我們高樹鄉齁 有兩個全島的齁 有 差不多有三十六戶的這個危險屋 三十六的危險屋齁 有五戶齁 幾乎也是都是掏空了三分之二不能住的齁 對這個事情呢 當然政府的補助呢 非常非常的少齁 所以對老百姓來講 可以說這個很不公平 我們也希望說 中央政府 在這次的重建委員會裡面 有偏了一千兩百億 專對農田 我也是希望說對房屋的部分 一樣來比較921 比較921這樣子來做 至於這個農田的流失呢 三四百公頃 可以說是損失很大 老百姓痛心的是說 我現在我的地在哪裡 房子也沒了 地也沒了 那人除土都沒有齁 要怎麼來做事齁 你想說這個 餐廳老百在桌 而且掏空的那麼多齁 政府如何還地還土 以老百姓齁齁 是政府必須迫切需要去解決的齁 你想說老百姓這塊土 也是希望政府可以個案來處理 對這個水災的個案來處理 要怎麼處理呢 就是一定要所準 所準把好土老起來 不要因為老百姓的土不可以 其實剛才我們水利署這邊 水利局有提到 就是說流到你的土地 你的地的地方 這個泥土你可以用 問題又出來了 那你流到這邊的話 那太多的話 我可不可以搬運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是依法的一個問題 那目前流失的三四百公頃 三四百公頃 在於蘇峻一條路 沒有路可以走了齁 然後把好的泥土 回田於農地 然後政府再來辦重化 再來辦重化 所以這段時間呢 面臨的很長很長 最少我看是一年 一年半兩年的時間都需要齁 在這段時間更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齁 那老百姓目前 順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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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可以做 這個時間重化 還要更多久 這段時間政府也要比較說齁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說齁 你在修根補助 沒有這個條例的規定 最起碼以個案 以個案來 休憑來提高補助 一年兩期 而且把這個也提高來補賞這樣子 好這是議員意見 那我也很快請教一下 我們河川局這邊的這個 這個許科長 就是說 針對剛剛議員講說 如果說這個是私有的土地上面 因為這個河川潰堤帶來泥沙 那他可以自由 你剛剛講可以自由處分嗎 那他可以去填到那些需要回填的地方 可以可以自由這樣的處理嗎 這個我首先跟各位報告齁 那個因為這個法務部9月4號這個函 是屏東縣政府函請他就是事宜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可能是屏東縣政府 你應該由屏東縣政府 他居然提出這個問題 那法務部是根據他來解釋的函 所以這個的話我想是應該是 原則上如果以民法的觀念來講 本身你所有權人可以有處分 這個收益使用 這是無用置疑的 但是這個解釋函 是已經在河川區域外的私有地的話 這個部分可能我是難那個月祖太跑 就是給他解答 就應該是由縣府這邊 由鄉長這邊提出來 那縣府答覆 謝謝 好那鄉長 這個公文你有收到了嗎 有關這個問題 是 剛才河川區的代表有說明 那麼我們也根據事實再來反應 根據事情 譬如說這個泥土那麼厚 那自己留著要用的也不多 那麼要搬運又牽涉到法令問題 我們希望這個要鬆綁 然後給他們自由搬運 好那 既然法副部委員要用的 公文出來 要用的營政府方面 要講的公部門方面 多多的宣傳問題方面 很了解 要提供 要用的營利員的情況 要不要處理 我們要想請到澎高 是說 這次天災 人士免樂的體力擺 非常嚴重 農體的問題 生涯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 大的問題 非常會躲 哪一方的體育料 都在做的 好 我最感謝主持人 在說這次的問題 不過我們要從 照顧您的觀點來講 嗯 假設我們從永續 我們要感到到 這次 我們照顧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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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 是 照顧 雙唐 走台水的提供 所以 走台水的提供 是說 冬變 走台水 就搬到囚 囚 囚 走台水 就搬到囚 所以 為了 在清朝的時候 都是 要搬東西 吼 所以 我們 在 像 動到 樹 動到 靈 抦 台書就變得高出 所以從現在這個歷史的演員看起來 我們這次告書中 有三十東西動作 水 水 空氣 三十東西動作 所以 天下 主持人問 我們說 我們的春天的時間 我們運動上的 體重的時候 我們的水就流 所以 我們提出來 我們剛才講點 我們從 短期的 重期的 短期的說 我們國人人味 我們的 排水跟灌溉的系統 動作 我們認真的跟理工 理工鄉親這裡的 灌牌系統 我們會崩潰 灌水的灌水 灌水的灌水 做立體的 各自烘 我們烘的水爐 是動作 因為我們會失水 我們會失水 從來 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做 村落 香港的 農村的 重建 特別 農委會 又做 水動的 農村 再生計畫 我們會說 構想 信長 再生計畫 地外圖 一起來 推動 像洞 從來 我們會想 一天來 把握一個東西 我們會構想 體重流的 山林水秀的東西 所以一天來 推動你的 構想 體重流的 水流 熟流 空氣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 回答 鄉親 主持人 說 體重流的水 水流 好 那我想再開放台下鄉親 就是說 這一次 你的農地 有這個 損失 那 您還覺得說 有什麼樣的意見 是需要反應給台上的長官知道 請舉手好嗎 好 這一位 我今天 有一些新鮮的事情 要來講 雖然在天災 但是 英雄傳承的 緩潤和緩潭 雖然我的房子 不太好沒有錯 不過 記得我已經沒有房子 那裡 東西都壞了 之後 我不知道對我們去 我的後面 這樣 中紅 我現在我不知道 怎麼 好 這位大姐 你先 這平復一下 我先請教你 你目前 住在什麼地方 我住在新豐村 住在新豐村 是不是 就是在堤旁邊 你的房子沒有了 不是沒有了 我的家當都毀了 家當都毀了 那這一次 這個風災過後 我們剛剛 鄉長說有這個 災損的補助部分 你有領到這個 補助金了嗎 有 但是四萬塊我能買什麼 那您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 這是什麼 當然是有一個家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家 我才有一個避難的地方 所以您希望說先安置你 譬如說是永久屋 或中繼屋的方式 我希望有永久屋 你希望永久屋 因為我的老公已經中紅了 我們全家都沒有工作 現在我要照顧老公 我也沒有辦法賺錢 是 我的心酸水是大 我每天都一內十內 真是 我問一下鄉長好不好 有沒有可能鄉公所這部分 了解到這個 我已經有沉浸上去了 已經有沉上去了 沉浸到建築府 到現在都沒有通知我來勘察 好 那我們請鄉長來這個做一個了解 謝謝謝謝 謝謝 好 剛剛還以為鄉小姐舉手 請到台前來 我們是金米有兩點 一點都說 我們就流失的土地 金米補出 他把金米本國 總檳榮 總蔡 總府衛 總檸武 都他把我們翻案 是想我們本國 牆的又補出 檳榮又 有的 又補出 總檸武 可以補出的金釀很重要 那是說他把那個 政府有發出 天使 他把他說 不關中脈的 他把他翻案 做的一支 稍微提高一些 這樣 還聽一點 剛才說 流失的土地 水利市有說 差不多 茫延 剛才那個 回復 還是說 回復的古土 金米發出 創意的提防 紅國 那些古代案 但是 香港 在 土地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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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馬上來請教一下 這個議員 剛剛這位 太太講了說 是不是這個 補助的時候 這農作物不要分種類 就是說 都能夠 譬如說 種檳榔的補助啊 跟種芋頭補助不一樣 其實都是農民的飯碗 有沒有可能說 在補助的這個部分 您在縣政府這邊提供一下 相信意見 就是說 補助的農作種類不要分別 都能夠 做一視同仁 有可能嗎 呃 關於這個問題呢 可以分為兩類來講 如果是以低類來講 是以專案來講 專案來 因為爆發水在 專案也是可行啦 但是現在政府的規範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的農作物是短期的 有的農作物是長期的 就比如說 呃 這個檳榔啦 還是這個什麼 呃 蓮霧啦 蓮霧 對對對 這個時間比較長的 他的補助辦法裡面 可能稍微會去分類啦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呃政府對這次的水災呢 對農作物的損失呢 可以提高標準 個案來處理 個案來處理 我相信這個聲音呢 呃中央上次 呃院長來的時候 有稍微有聽進去了 從專案再處理 由縣政府再報情中央 來專案處理 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 許課長 就剛剛有這個 相信提到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他們明年要回田這些土地嘛 他是希望說能不能回田的那個 土地高度 像現在的檢疫護腕這麼高 他覺得如果 如果這個回田的土地太低的話 可能下一次又被水沖走 他覺得說如果回田土地能夠高一點點的話 對他們的農地的這個安全性會提高一點 這部分您的了解 是怎麼樣 有可能嗎 這部分喔 那個 跟各位相信報告 呃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喔 應該首先先說 那個 土 就是我們河川區外 市有土地的流失的緩田問題喔 那水利署現在做的努力 是做做哪些努力喔 因為我們處理就是經濟部 在台北在9月28號 召開了跨部會的會議協調 就是說 要把河川區 線外 我們現在大概我 測量算了一下喔 那個舊寮這一塊 全部流失的面積 公司有土地 加起來差不多約48公頃 那菜寮也是有一個被沖刷的地方 加起來約4.6公頃喔 這是我們實測的結果 那 這部分就是 在跨部會協調的時候 有提出來 那法務部就剛才 我跟各位鄉親報告的 那9月15號這個韓式的話 就是說 這個淤積土到私有土地 就是由所有權所有 那 反而言之的話就是說 你今天在我們河道淤積的公有地上 這就變成是國家的 如果把國家的土地 就反填造後面的私有土地上 這個會不會形成圖利 這是法務部有的看法啦 那我們俗里跟經濟部 就是說 協調結果就沿用 那個 莫納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的29條之規定 就是中央政府還有地方 在執行 執行上遭遇到自然難行的話 就報給行政院重建委員會去決議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報給那個 那個重建委員會 我們的理由就是說 為了要緊述完成提防後戶案的新建 還有就是要流失農地的復更為目標 然後就要請重建委員會 下去就幫我們看能不能做個決議 就是同意我們把核道輸軍的部分 就緩緩到私有地 這個是首先是針對我們現在目前努力的 的進度跟各位報告 那至於回田的部分 回田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的想法是應該是說 現在私有地 私有地就是我們現在做的那個臨時搶 就搶修工程的那個私有地 那個地就是現有的地面高 我們可能是回田到地面高 這樣的話對我們提防的保護 因為這次颱風提防 它的破壞原因就是它的水位 就是超過200年洪水頻率 所以液體以後在我們提後去沖刷 才有提防損壞的部分 所以我們填土 我們事後的填土也會提 就填足到現在的地面高 這是我們可能會考量的那個做法 其實現在有農民因為土地流失 總統他們怕說 是不是我的這個土地流失 我去請你補助之後 就不能夠再耕做 那有一些農民希望說 那要提高要補除了部分 相公所的了解是說 是不是真的有農民害怕說 我土地流失申請補助就不能耕做 那是不是補助多一點 那這個部分相公所怎麼樣來處理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得上忙的 有關土地流失的部分 在這次的八八水災 我們總共接收到三百八十幾件的申請案 那麼影響的層面大概是土地流失的 有104公頃 那麼被覆蓋的有404公頃 那麼這些經費 他中央給縣府給相公所的 那麼這個基本的申請的標準是 1公頃10萬流失的 那麼被覆蓋的是5萬 當然這些錢可以說相當少 我們可以想 我們可以想一下 一塊塊給老造業 一家當補助10萬 我們絕對相少 我們希望透過客家電視台 這次的節目 那麼有關機關聽到了 我們也由地方政府來反應 是不是來提高補助 提高補助 好等於說 因為那種的田地流 槍食要不可能來港中 不怕港中 不怕恢復港中 要不怕恢復港中 要不怕死給那些皮創的創 看我年輕人說 是不是用這個比較修更補助 或者說那種那種 把它創掉的那樣 這個部分是不是 鄉長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跟剛剛議員講一下說 我們是有這個 修更補助那樣 比較長期一點的來做 那這個部分 您目前接觸到一般鄉民的意見 他們想法是怎麼樣 那麼有關修更的問題 大概我們的鄉民都很明確的 希望能過流失的部分 有一段時間的修更補助 但是我們根據政府給我們的法令 還是有規範 因為要修更還是有人做的這個規範 那麼在這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說被劉佐的能夠轉做的還是有限 一般比較多的比較多的土地 都不符合一般性的轉做規範 那麼這些也是農地 那劉佐了我們也希望政府 上級政府在這個方面能夠鬆綁 來是不是兩年三年的時間 然後統一多用一致的標準來 用修更的方式來處理 請你這部分告訴您的款式行動 我剛才想 你那時候鄧 鄧鶴在發展時工 我下去講 天下 剛才在廣告 這時候人動會 我就提出叫做愛 什麼叫愛 叫LOVE 就是那個我們的英文的縮小 LOVE 就是我們 是我們提出來說 你那時候人動會發展的潤水 那個L就是我們的熱活產業 那個O就是我們的有機產業 所以我一直 五年任務 人動會上的 你那時候的農辦做熱活的產業 農辦做有機的產業 不過我們 你的短期作物還是長期作物 因為做這兩者的東西 一天會的潛度 尾到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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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房客 你的消 消費者 未來得到 你的房客 韓國 你的餘的目 意思是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環境一天不動 所以我想 你那時候你的潛度 挑戰這兩者 一天不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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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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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雄議員說 其實從歐來出發來發 這次的歐來 這次的歐來 是台北的那些 老闆 是熱活的全球 清流行的這種 生態的 關鍵 用修發展的生態的關鍵 還有 旁邊的遊規 環境 還有生態的環境 都在競爭 競爭來做齁 其實 沒有聽說 六百個休閒的 可能時間 很吵 重建的路 很吵 不過 每期的全球 你們的時間 大概會想一下 思考一下 毋力告訴你 安好的好山好水 安好空氣 安好的難用 那些全球 由 外來出發 在熱身 有機散熱 觀光散熱 大概會思考 每期的全球 大概會吃 大家的機會 先去看 香港的好奇事 的關心 是說 六百個 香港的水準 打敗體驗的 要用百姓來 輸佛港中 等一下來節目 共同參加討論 講到一下 馬上最後節目見面 先吵